低调是一种强者才有的姿态,回骨子说,圣人之道,在隐喻逆,古往今来,翻成大事者,都懂得一个藏字的智慧,人活着如果太过招摇,就会遭到风雨摧残,只有保持谦逊低调,向内收敛才能扎稳根基,在世事变迁中变得游刃有余,一个人最高明的活法,莫过于,藏好心事,收起本事。 一,今世最多说一半,古兰经里记载了一个故事,有人前来请教圣人,这世上你最怕的一样东西是什么?圣人指了指自己的舌头,说,我最怕他,口是或之门,舌为斩身道,管不好自己嘴巴的人,到头来不是伤人,就会自伤。 小说一句顶一万剧中,牛爱国和冯文修,是一对老朋友,两人从幼年时便相识,一起玩闹,关系圣死手足,那时候的他们,以为不论事事如何变换,这份友谊都可以长清。 然而,有一件事,却改变了这一切。 牛爱国的老婆不守妇道,出轨了别人,牛爱国知道后不禁目火中烧,但碍于面子,他也不敢轻易把这件事讲出去。 这时候,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好兄弟冯文修,他找到冯文修,把心里的憋们一股脑地讲了出去,对方也拍着他的背,好好安慰了他一番。 没想到,几天后,两人因为买了牛肉产生了误,冯文修一怒之下,竟当众把牛爱国背带绿帽子的事抖了出来。 一传十,十传百,第二天牛爱国家的丑闻就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,流言飞语习却而来,牛爱国急紧崩溃,他没想到自己推心致富的话,竟然被老朋友当成了把柄,恨不得当场就去砍了冯文修。 朋友的背叛,别人的嘲笑,让他心如死灰,甚至于某天在开车回县城的路上,他还在胡思乱想,结果除了收获,自己被撞得个头破血流,不予有言。 世间海水之深浅,唯有人心难存量与人交往,切勿交险延伸,因为生活中,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你感同身受,别人也没有义务替你保守秘密。 你内心的伤痕,到了别人那里也或许成了饭后的谈资,你暴露的软肋,日后或许就成为别人捅向你的刀子,轻易掏心掏肺,换来的可能是背叛。 所以,无论关系有多好,永远不要在别人面前自暴隐私,把心事咽在肚子里,凡是只说三分,给自己留一点体面,也是给未来留一条后路。 二,本事至少藏五分。 庄子徐无鬼里,有一则寓言,吴王渡过长江时,带着打猎的队伍登上了弥猴山。 猴群看见了他们,纷纷四散而逃,可有一只却例外,他依旧悠闲地挂在书上,几眉弄眼。 吴王心声不悦,远远朝他射了一剑。 没想到,猴子轻轻一跃,接触了肥来的利剑,他得意地手舞足蹈,还扭过身去把屁股露出来。 吴王觉得受辱,勃然大怒,下令让手下一起放剑,猴子无处躲避,最终被射死了。 生活中有不少人,就像这只猴子一样,仗着自己有点才干,就到处卖弄,等到招惹祸端才会莫及。 运命论中写道,目袖于林,封闭催之。 行高于人,众必非智,炫耀是愚蠢的开始,也是悔恨的前兆。 趾高气扬,太过招摇往往会引火上身。 聪明的人都懂得身藏不露。 三国时期,寻忧辅佐曹操,他军事才能卓越。 谋略过人,曾帮助曹操多次取胜。 然而为人却很低调,他却始终谨记一条原则,功高不可振住。 锋芒不可凌人,所以平日里,总是装得愚笨一些。 先测试犯一点小错,好让曹操指正。 受到嘉奖,也总会为别人邀功,说自己受之有惠。 这种内置外鱼的处世哲学,让寻忧受益终生。 再朝二十余载,无论风云变幻,他始终能保全自己,稳坐高位。 周易有言,君子藏起于身,待施而动,人性是善度的。 没有谁喜欢有人的风头盖过自己。 你若飞扬跋扈,别人就会把你当作出头鸟,随时给你一击。 只有懂得贵而不写,滑而不炫,才能让自己远离是非,遇成大事,切勿人前卖弄。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,潜心修炼,默默蓄理,方能在于世无争中稳步前行。 三,一个人的最高境界,是藏起自己。 清代有个文人叫沈德前,六十七岁才重金事。 殷师做得好,被乾隆皇帝看重。 乾隆经常把他召到跟前来,让他帮自己修改私父。 后来,乾隆不仅让他做了太子太妇,甚至答应他为父母起告命的请求,赏赐了三代封典。 如此恩荣,换作一般人早就感恩戴德。 但沈德前却不满足于此,一想到自己苦苦修改的文章,最后却数上了乾隆的名字,他就觉得憋屈。 于是,他想到一个办法在私人手稿中,列出了替乾隆带笔的文章,并打发牢骚。 沈德前去世后,笔稿流出。 乾隆知道后大怒,立刻下令夺了他的封号,甚至推倒了他的墓碑。 就因为一时的自满,沈德前最终晚节不保,明朝文学家吕坤曾说,气机盛,心机满,才记录立身处事。 无论你有多大本事,多少委屈,都不可轻易显露。 不显山不露水,默默折服着,等到时机恰当,再发光发热,积极展示。 才能为自己博取一个功成名就的机会,就像陆顶纪中的韦小宝一样,出入天地会时,邦会的人想推举他当总个主。 韦小宝心中明白,如果坐上这个位置,一旦身份暴露了,自己就是第一个被杀头的,但他并没有直言自己怕死,而是主动放敌姿态。 婉拒道,各位哥哥见识多,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。 我没有本事,怕是难当众人。 与皇帝相处时,他更是手脸锋芒,处处示弱。 读文章时故意说错成语,比身高时又悄悄弯腰。 皇帝明知道他在拍马屁,也愿意与他更加亲近。 就是凭着这样的姿态,为小宝才能在无数次动乱中全身而退,并且步步高升,得到了皇帝的重用。 有句话说得好,傲慢的人总想证明自己。 优秀的人喜好隐藏自身,低调是一种强者才有的姿态。 力量不足时,伏地做小是为了掏光养晦,后继不放,敢于放下高傲的身段。 乱势而动,最终你也能借力成事,直上轻语。 西方有句谚语说,你要聪明,但不要表现出自己的聪明人生起落。 事实难了,一个人纵有千百般才华。 若是阎行稍有不慎,将会引来祸端,藏好自己低调形势。 内敛自知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谋生之道。 点个赞吧,与朋友们共鸣。